德国新闻电视台二号评论说 对美国政府来说 此举几乎是侮辱 近几十年来 美国两党熟练玩弄悬崖战略 频繁在债务违约 政府支出等问题上 展开极限拉扯 这样的操作 不仅对美国 甚至对全球市场 都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据美国新闻网站 中心广场8月1号报道 公共政策组织 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总裁 麦吉尼亚斯指出 惠谊下调美国信用评级的举动 是敲响了警钟 麦吉尼亚斯表示 正如惠谊所指出的那样 美国国债持续飙升 财政赤字居高不下 利息成本消耗的收入份额 越来越大 且美国即将面临 许多重大财政挑战 在上次债务上限辩论中 美国政府也非常接近债务违约 长此以往 美国医疗保险 社会保障 和高速公路的信托基金 将在未来十年内面临破产 我们真的没有 一个国家的练习 在我们的财务上 它已经崩溃了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 此次降级可能会导致 投资者抛售美债 并对美国人的房屋贷款利率等 产生潜在影响 美联社则称 这一决定表明 日益加剧的政治两极分化 以及美国政坛在支出和税收问题上 反复出现的僵局 可能最终会让美国纳税人付出代价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多名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任职 或偏向民主党的经济学家 8月1号出面表态 淡化会议下调美国信用评级的重要性 甚至称之为一场政治足球 但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高级副总裁 兼高级政策总监戈德卫英表示 评级下调对美国来说 应该是一个巨大的警告信号 如果评级进一步下调 最终可能会危及联邦政府的财政健康 This news out of Fitch is forcing people to concentrate on an issue that's been hovering over for many years and, you know, in a way it's good that it's causing us to focus on a little bit better because we can't just keep adding on to this debt it's just, especially with interest rates moving up it's just going to crush, you know, any kind of solid growth in the future and, you know, in a way it's good